主席有請衛福部 文化部 以及經濟部的治長 文化部的政部長 還有經濟部的省部長 郭陽好 政治早安 我想從最近公布的民調 大家都知道 在全國民眾對於我們這一次的防疫是給了非常高的 滿意度高達了85% 但是其實民眾對於現在到底台灣下一步會不會進行進入到社區感染是相當擔憂的 那麼昨天內政部長徐國勇已經宣布了 那就是希望在1000人以上大型的集會是儘量避免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對於衛福部來說 我們知道很多的這個議文展演 也因為這一次受到了衝擊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1000人以下的議文展演 在無安全之餘之下是可以進行的 那麼1000人以上 我們才儘量避免呢 跟委員說明 確實在很多的集會他會評估 包括他的人的密度 還有1000人是我們設定的一個標準數字 但是實際上如果低於1000人的 你在即使要辦的時候 可能還是先考慮要不要辦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即使辦了 所有相關的一些配套 包括防疫的一些可能整個的措施 也必須依照我們指揮中心的建議呢 盡量去做好 您所謂的防疫的措施是指向美花座或是保持一定的距離嗎 人與人太接近的 盡量不要參與 但是如果有一定的排斥跟距離的 就是安全的 室內的狀況跟室外狀況是會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室內尤其是比較空氣不流通 彼此又是比較密集接近的 還是就像剛剛委員所說的 盡量在一個距離上面做一個考量 所以鄭次認為就是 只要是有一定的安全防護距離的 益文展演活動 甚至於娛樂活動是可以繼續的 應該不受影響的 呃 這部分我們會請他們主辦單位自己去評量 但是事先的準備一定要做好 好 就是這個鄭次這句話 必須要由主辦單位來自行評量 但是如果根據我現在手上的資料 二星文化部長 從2月22號開始到現在3月29號 目前統計至少超過了 有20場以上的演唱會或是展演型的活動 順延或是取消 現在可以說其實不只是餐廳 交通 娛樂 事業 通通都受到影響 甚至於說可能是進入了一個延冬期跟寒冬期 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麼在一個演唱會當中 大家可能認為 這個我想部長會非常了解 不是只有藝人不來 不是只有經濟公司要銷票退票 事實上在這個背後是有一大群的產業鏈受到了影響 他們可能是舞台公司 燈光音響 行銷製作公司 甚至於經濟公司 還有 甚至於很一般大家認為的這個舞台的架設等等 小的規模八十 七十 大得上百人 他們從二月開始可能現在就面臨是沒有工作的狀態 可是他們其實是真正在養人的 那麼想要請問部長 就是就叫的是 那麼在文化部從昨天我們看到 請下一張 我們有紓困十一億 那麼在一文補助十億八千萬當中 還有就是這個補貼的兩千多萬 其實我比較想了解的是 像這樣的下游廠商 他們是養人的 燈光音響成音攝影等等 他們在這裡頭嗎 那麼他們會獲得即時雨嗎 報告委員 其實像演唱會 他有他整體的產業鏈 那像表演藝術也是 那麼像書店背後有出版業 那麼以及像這個電影映演 後面也有影視製作 整個產業鏈 所以我想這次疫情遭受衝擊 產生營運上的困難 其實涉及各類型的一文產業 以及他整體的產業鏈 所以文化部這邊 我們針對一特別條例已經制定了 一文紓困及政經的辦法 已經暴行政院 我們希望最大範圍來進行紓困 那我們在這辦法裡面 會定有相關紓困的項目 包含減輕營運衝擊的補助 以及疫情的因應措施 那麼以及在疫情期間 他可以針對後續的提升營運能力 預作準備等 那麼在整個這樣的項目裡面 來進行紓困的補助 那另外如果有需要貸款的 我們也已經爭取納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整體的貸款 那麼過去一文產業比較沒有被放在這個貸款裡面 那這次納進去用信保基金來協助 那在這裡如果有獲得利息補貼 由經濟部這邊處理 如果在這邊得到貸款沒有獲得利息補貼 我們也有平行的 在預算裡面邊有利息補貼 所以我想我們以最大的紓困的補助 先幫助大家度過難關 那麼後續才是振興 那這個補助裡面就包含了 比較多的預算是放在直接進行的紓困補助 所以剛剛委員所垂詢的 我想這些產業鏈我們都會涵蓋在裡面 那我們辦法行政院核定之後 我們也會召開諮詢會說明會 那希望大家依這個衝擊情形提出計畫 我們就會來進行審查跟補助 好 剛剛部長特別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接下來計畫送行政院了 那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因為其實從確定有600億之後 他們都非常的擔憂 很擔心自己不在這個裡頭 或是不知道自己是屬於哪一類該怎麼申請 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什麼時候會開說明會 因為特別條例大院通過之後 院長已經指示兩個禮拜各部會的執法 要來公告 那麼所以我們我想各部會的執法 我們都已經送到行政院 那行政院審查之後 我們就會盡速來公告 那我們也已經開始展開相關諮詢會 還有各領域的說明會的規劃的工作 會來這個妥善說明 不過我想整體而言 目前應該是防疫為重 紓困病情 振興在後 所以我們現在 在我們這次文化部的預算 特別預算8億以及以緩計及7億裡面 其實我們投入11億來做整個紓困的補助 我們希望能夠即時的來幫助大家 謝謝政部長 有請經濟部 其實我們看到是剛剛呢 特別政部長有提到的是說 這些廠商 如果他們不在這個文化部的範圍裡面的話 那麼就是要請經濟部了 如果根據媒體的報導 相信在取消的演唱會 大概所損失的產值超過40億 經濟部可以如何來協助這些廠商或商家 他們知道說他們怎麼申請嗎 因為過去是沒有這個狀況的 也沒有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是十幾年之前的SARS 對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剛才我們政部長有說 有些這些要適用在中小企業 這裡我們中小企業都可以來協助幫忙 這是整個國家的事情 這好事情 這我們都不分彼此做回來 今天最重要 有受到衝擊產業 政府要來幫忙我們這些廠商 危機把它處理好就是轉機 這樣 請問這可不可以有所謂的快速或單一窗口 因為現在是各行各業都要來找經濟部來行政貸款喔 我跟妳講 中小企業 我們有一個馬上辦中心 藉責業我們這個工藥教家 有一個競爭力中心在工藥教的樓下 這都很清楚 你放心 老頭好 我們回到上面演唱會那個部分 我來請問一個經濟部 再上一張 這些產業有的他看起來是 像你說東光音響啦 舞台啦 美術設計啦 那他們如果是說界線模糊 到底他們怎麼知道我是經濟部 還是我是文化部 沒關係啦 總是都是國家的產業啦 但是我們這裡跟文化部 我們都會來做那些協調啦 好事啦 你放心 我跟委員再報告一下 我非常感謝經濟部這一次 原來這個中小企業貸款喔 過去義文產業比較沒有包含在裡面 那這一次已經都把義文產業整體納入 中小企業處辦理的這個貸款 那裡面有利息補貼的措施 那我們也看著他如果利息補貼措置在一些標準上面 沒有得到利息補貼的文化部委員文策院也進行平行的利息補貼 所以也就是義文產業都納入可以帶到錢的都會有利息補貼 我想委員可以放心 那文化部還有義文產業的紓困的補助 所以我們會是一起並行來整體進行 好 最後一點時間我想找勞動部 有請勞動部長 勞動部次長 勞動部許部長 對不起 許部長 剛剛我們提到就是從二月開始之後 其實像這樣的下游產業鏈他們的活動被取消了 那對這些老闆來說齁齊人是他的齊人 但是多年都取消就算了 有的是延後 等於說二月到現在三月到甚至於四月都無單 他有時候養七八十人 有時候養上百人 那麼老闆如果想放無薪假可不可能 或是可以放嗎 那這些勞工該怎麼辦 報告委員齁 其實在這種情形的話齁 那老闆可以跟這個勞工協商 減班休息 我們就是說減少工時啦齁 您講的無薪假 其實他是減班休息 減少工時齁 那一定要基本工資23800 那在這段減班休息的時間 對於企業僱主 我們可以讓他補助他辦訓 利用這個休息的時間 那對勞工來職業訓練 讓他提升他的技能 那對勞工來講 他也參加不管是企業自己辦的訓練 或者如果企業沒有辦訓 他來參加我們勞動部 自辦或委辦的訓練 那我們會給他每小時158元 最高可以到120元的生活津貼 那就是在這個時候 他雖然减班休息工資有減少 但是透過這樣職訓 一方面生活津貼有補助 第二個還可以提升技能 那等整個景氣恢復 那就可以再繼續往前衝 好 謝謝 謝謝李委員的配合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翁從軍委員 致敬敬